销售的镜头是没有销售 销售如果抱着卖产品的心态和客户沟通 是很难成交的 因为当我们用卖货的心态和客户沟通时 客户他是能够感觉到我们那种急迫 想要成交的心态 从而客户的心理会产生抵触的情绪 客户就会拒绝跟我们沟通 拒绝说出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而我们也没有办法根据客户真实的需求 去推荐我们的产品 当我们抱着想要帮客户解决问题的心态 去沟通的时候 站在客户的角度为他去着想 让客户感觉到我们是在帮助他 帮助他解决当下的困难 而不是为了收他的钱 客户才会愿意深入地跟我们沟通和交流 把他自己真实的需求告诉我们 当赢得客户真正的信任的时候 成交才会变得简单 在沟通中如何获得客户的信任 请持续关注我 还有更多的干货等着你 想学高级销售关注啦啦